而彰化芬園鄉公所為了打造一處行政園區 二零零五年曾經向行政院申請 不用一塊一點八公頃的軍方用地 並且向中央申請六千多萬元的經費 要整修 但是十八年過去了 到現在還是荒廢閒置 檢察院認為這個公所 還有負責督導的彰化縣府難辭其咎 今天是通過糾正 門口有一座哨所走進去映入眼簾的建築物 則是舊式的國軍銀社 但裡頭廁所玻璃被打破 牆壁充滿塗鴉猶如廢墟 這裡是位於彰化縣分圓鄉中山路的 分圓鄉行政園區預定地 但民眾說十多年來幾乎沒改變 都是現在這個模樣 應該是 還是維持這個現狀 沒什麼改變 整個行政園區計畫占地一點八公頃 早年是泡兵營區 分圓鄉公所二零零五年向行政院申請撥用土地 打算搬遷鄉公所過來 並興建鄉鎮博物館 多用途廣場 休閒園區等 接著向內政部交通部彰化縣府 申請六千多萬元補助整修 但因為沒有完成土地變更 也未取得建物使用執照 導致園區荒廢十八年 監察院十八號認為公所與縣府難辭其就通過糾正案 菲原鄉長林世民表示 這些都是前鄉長的作為 目前要等待監委調查報告 再決定將來走向 他也反駁部分區域已提供給清潔隊使用 環境也有專人打掃管理 並沒有荒廢閑制 江華縣府指出 鄉公所今年六月才申請土地變更 目前正在審查中 將督促盡速開發使用 國有財產署則說 若公所無法按原波用計畫使用 不排除廢紙收回 即將民風彭安群 彰化報導